苏宁访华之际有个风向 中国人得列个心眼 大家好,我是薛心灵 这两天,越南领导人苏宁的访华日度还挺高的 之所以这么高 其中的缘由不外乎两点 一是苏宁将中国作为其忧心访问的目的地 在这方面继承了他前任的外交办理 这让那些希望中约关系并差的人大肆所望 而是时间点比较敏感 中国和柬埔寨联合开发的得从富南运河项目 前段时间正式开工了 而这个项目在网上被广泛解读为 这是中简在经济方面对越南的联合绞杀 所以外界都在关注 在网络上大肆渲染的节目在运河项目 会不会成立这次中约对话的主题 再一看,得从富南运河一旦打通 就会让越南少收不少的过路费 因此苏宁有动机谈论这件事 但实际上中约讨论这件事的概念几乎为零 因为他们找中国没有用 这个项目的启动是柬埔寨的内部事务 而中国公司仅仅是见识单位 如果苏联政府有意义 那他们应该访问柬埔寨 另外,针对利用得从富南运河 对付越南的这种舆论风向 我们中国人得留个心眼 这是一种很好的离间方式 沿合了美国这种愚外势力 来破坏中叶关系的需要 但在我们的立场上来看 越南方面有理由不满意得从富南运河的启动 但是他们必须和捡舞寨进行谈判 以并减少美工河改道带来的后果 至于他们如何挽救这件事所带来的损失 这跟我们中国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那么既然中叶任何项目 不可能成为中叶讨论的主题 那双方这次又会讨论哪些问题呢 综合各大媒体公布的内容来看 中国此行在越南的努力 或许没有被浪费 中叶之间商谈许久的铁路项目 会将成为苏宁这次绑华的重头戏 现如今啊 日本曾经的越南高速铁路计划 已经成了一个斧头舍壁的烂尾箱 在这种情况下呀 或许只有中国能够满足越南的技术需要 而且这种跨国铁路的建立 对于越南而言呢 可以说是好处多多 一方面啊 中国长期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同时呢 也是他们主要的外国投资者之一 可以说越南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是密不可分的 而越南境内目前主要的铁路轨道 依然是法国证明时期修筑的窄轨 这就导致中越之间的铁路贸易啊 必须经过欢称 这并不离于中越之间的双兵贸易 另一方面呢 当越南采用中国的标准轨后啊 不但可以推动双兵贸易更为顺畅 还可以呢 让自身通过中国这个媒介 与中欧铁路快线整合在一起 因此啊 寻求中国的协助 来改善本国的铁路网络 大概率啊 是越南政府此行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至于那些有可能破坏国家外交战略布局的舆论风向 大家听听就好 不需要去复合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